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油管技术学堂 那小鱼儿的频道是一个全新的频道 带着我们的新手伙伴们一起做油管 一起了解油管知识 那大家可以看到小鱼儿已经发布了两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是油管改名字 就是这个名字 第二个视频是油管的头像制作与上传 那就是这个头像,头像的一个制作 那今天小鱼儿将告诉大家如何制作这样一个封面图 也就是油管的一个横幅图片 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域 那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油管上面的博主们 他们是怎么设计一个封面图的 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封面图非常的多彩 上面内容非常丰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频道 它的一个横幅就是一个头像 加上它的一个YouTube频道的名称 它的封面图和它的头像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视频封面 那初次访问你的频道的人呢 就会觉得你非常的专业 他会想要了解你频道的一个内容 并考虑一个订阅 当我们开始经营频道时 那么频道的一个封面设计呢 是不是让大家都非常的头疼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把什么内容来放到这个封面上面 那它一个油管的背景图的尺寸又是多少呢 因此呢在今天这期视频当中 我来将向你们展示啊 如何快速制作一个YouTube频道 一个封面图 以及呢我们应该放置什么内容来吸引更多的一些观众 和一个频道的订阅者 如果你也是刚刚开通一个YouTube频道 那就跟着小鱼一起学习 看了小鱼的前两期 今天就继续看第三期视频 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到谷歌搜索一下YouTube背景图的尺寸 那这里面呢它也不一定是标准的 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建议 我们有了一个大概的方向 但是呢这个也很重要了 如果说你的尺寸不对 那么后续你的设计可能都将徒劳无功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它的一个尺寸 这里呢我们还可以访问一个GPT 看看它是否知道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GPT它是知道的 YouTube很服啊 那么呢就是一个Banner设计 它的推荐尺寸呢是2560×1440的一个像素 这里呢我们还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们同样来到谷歌 找找一个YouTube banner的一个图片 进行一个搜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那么第一张图片就是它的一个封面图的一个尺寸啊 包括它呈现的一个内容 那这就是一个模板啊 我们用它去设计就可以了 这里点击一个下载保存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准备工作啊 找到一个YouTube频道图像模板 接下来第二步 用一个免费的AI工具呢 生成一张封面图啊 就是这个横幅图片 那这里呢 我还是用了一个GPT 上一期呢 我也是用了一个雷拉朵呢 来制作了一个头像啊 一个logo 那这里呢 我们就用这个logo再来做一个横幅图片 如果你想让这个横幅里面呈现一样的内容啊 跟图像 给我们的logo 那这里我们的描述词就不用更改 只要更改一个尺寸就好了 如果说你想更改里面的内容 那么那你的描述词就要进行一个修改 那我这边呢 就是跟logo呢 是一样的 我这边直接复制链贴 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一个雷拉朵啊 免费的绘图工具 在这里呢 小鱼儿要分享一个知识点 我们要以图生图 用我们上次做好的一个头像图片 到这里面呢 来进行一个 以图生图啊 生成一个同款的一个小女孩出来 那我们要点这一个 MG2 MG 然后点这一个按钮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图像输入 这里有个上传按钮 点击上传 这是我们上一次生成的一个头像 一个logo 点进来 OK了 我们要生成和它一样的人物啊 我们只是修改一下尺寸 那在这里呢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我们 生成的是两张 一个尺寸呢 这里用16比9 我试了一下 图片需要裁剪 那么这里呢 我又点到最下面这个 2.319比1 这个呢 是属于一个长方形的 我就点它 我觉得比16比9更合适一点 那把我们的描述词 粘贴到里面 如果说你要修改内容 同样把你修改好的一个内容 粘贴到里面 它会保持人物的一个一致 我们点一个生成 OK了之后 我们回到这里 点这个按钮 可以看到它正在生成 那可以看到啊 同样的人物尺寸变长了 我们这里选择一个下载 下载图片 它已经下到我们的电脑里面了 我们点击把它保存 你知道你能找到的一个文档里面 这个图片是有一些模糊的啊 小鱼建议大家用一个 在线图片画质增强 那这里呢我们直接把图片上传进来啊 这是原图 这是处理好的 明显清晰了很多 点击一个免费下载 这样做的目的呢 让我们的图片呢 清晰度更高 如果说这里你想抠出你的一个背景啊 想把人物抠出来 替换一个背景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一款工具 那这款工具呢 专门删除背景图像的 我们这里点击一个上传一张图片 这里可以看到直接就把背景去除了 这样做的目的是有的朋友他想更换一个背景 你这里可以直接把人物抠出来 直接去替换一个背景 这里所使用的一些工具链接呢 我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 那么接下来就到我们的制作 第二步开始制作了 我今天制作的工具呢 选择的是一个cover 一个封面设计 这里只需要我们登录一下这个网站就可以了 用我们的谷歌邮箱 我们在这里搜索栏 搜索YouTuber Bailer 在这里点击一张空白的页面 那这个时候就把我们刚才的那个 封面图的一个模板给它点进来 这里给它放大 直接点击一个右键啊 这里有一个背景 直接把它设置成一个背景 那这个YouTuber YouTuber 视频图像的一个模板呢 非常的重要 它会告诉你呢 应该将重要的东西放在哪里 那这个中间部分啊 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呢 是所有人都能看见 不管是用电脑 平板还是手机啊 这个地方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 那接下来呢 这里呢 是一个 平板设计的一个区域 平板就能看到这里 再远一点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计算机设计的一个区域 整个画布呢 就是为电视设计的一个区域 那为了方便理解啊 我这里就用我的频道封面呢 为例 给大家简单再讲解一下 这里呢 手机端能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啊 它就是放一些重要的东西在这个里面 这两边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脑只会显示这个页面 手机呢 它就只会显示中间这个页面 所以我们重要的东西一定是放到这里 好 回到cover 那这里就相当于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区域 已经给大家解释明白了 接下来我们要选择一个背景层 我们要把这个图片覆盖起来 啊 这里选一个元素 我们点一个正方形 同样啊 把它 我们把它拖大 那这个颜色我们可以再换一下 换成一个这种颜色 为了方便我们看到后面那个尺寸 我们要把它透明度给它降低 我们点这个 啊 可以看到我们的后面的背景的一个尺寸了 那这时候就把我们刚才的一个准备的一个素材啊 一个图片给它放进来 啊 我在这里 那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它不是刚刚好的一个尺寸啊 这里我们要进行一些修改 我们放到这个重要的区域 OK 差不多就只能 重要的位置啊 就只能放这么多 啊 这个图片就必须要把它调整一下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添加我们的一个频道名称 啊 在这两边添加一些重要的一些 简介 我们输入一个文字 这里文本 把我们的频道名称可以写进来 那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呢 不太清楚 我们可以把颜色给它更换一下 这里呢 我就演示 我就选一个比较亮的一点颜色 那这里我们还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频道是 主要 运营什么内容 同样还是需要一个字体 比如说小鱼的为例啊 油管知识分享 前面可以加一个自媒体 那这里呢 颜色我就 要替换一下啊 不能跟上面的一样 我给它加一个底 还是在元素这里来选 OK可以看到 这样就显眼 但这个底的话颜色 我们可以再替换一下 那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面加一排的字体 为了让新朋友进来的时候能看到 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一个欢迎订阅 那么我们知识是多久更新一次 比如说每周 那我们可以写每周更新 这里我们同样还是给它加一个底 把这个底的颜色我们可以换一下 这个颜色比较亮啊 这个可以 这有点差 我们把它缩短一点 那内容添加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添加一点元素 添加一些 比如说选择一个小铃铛啊 什么意思呢 小铃铛就是订阅的意思 我们在这上面啊 元素里面输入一个小铃铛 可以找一个稍微好看一点的铃铛 那我这里就随便选一个了 把它缩小 放到这个位置 那如果说你还在做其他的视频 你可以在两边再添加一些字体进去啊 跟你的频道相关的一些内容可以添加进去 这里呢 我们再把透明度调整一下 看看我们是不是放在了该放的位置 差不多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大的背景 还是选择刚才这个图片 我们把它填充到背景 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稍微透明啊 稍微给它模糊一点点 OK了 那这里呢 小鱼儿只是简单的演示我们操作的一个步骤 那大家呢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啊 把你的一个封面图呢 设计的更好 更新移 设计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下载它 点击这里 再点下载 一个GPG 可以看到它已经下载到我们电脑里面 那最后一步呢 就是上传到油管频道里面来了 打开我们的频道 同样点击左边的一个自定页 这里我们选品牌 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头像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logo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上传横幅 一个封面图的地方 这里我们点击上传 那这个是我们做好的一个图片 我们点 打开 那在这里啊 它就给我们明显的展示出来了 这个是电视上可见的 这是桌面 设备上可见 那这个是所有设备上啊 不管是手机电脑 都可以看见的这个区域 所以说这个区域非常的重要 这里点击完成 最后这里点击一个发布 再来到我们的频道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横幅已经上传好了 恭喜朋友们你们能把这个视频看到这里 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如何使用一个cover来平面的 帮我们完成一个频道的一个封面图 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呢对你有帮助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的评论中给我留言 那我也会持续更新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